上次就說了份數是什麼 這次就說了其他份數 那什麼是其他份數呢? 例如畫面所見到的 真份數就是其中之一 那什麼是真份數呢? 就是在說份母大個份子 那是什麼呢? 例如 我有一個份數,這條份數線 那麼 2分之1 那現在我用 藍色箭咀畫的這個 這個就是2 因為它的份數線下面就是份母 而綠色畫的這個就是1 它在份數線上面就是份子 就是份子 藍色這個就是份母 這樣呢? 很明顯2大於1 那這次這個份母 也就是份數線下面的數字 就大於份數線上面的數字 那如果畫圖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那 藍色這個數字呢 就證明我手上有一個餅 這個餅平均分開了兩份 左手邊1 右手邊2 那麼 綠色這個1 就是在這個顏色裡面 那就是證明我只拿了一份 一個餅平均分開了兩份 我只拿了一份 那麼 這個油顏色的位置 這個油顏色的這個位置 對了 都還在這個餅裡面 在這個餅裡面 這個就是真份數 那既然叫真的話 那當然是有假的 對不對? 有真有假 那麼 假份數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在說 這次的份母 比份子小小 舉個例子 我們 之前說過 份數呢 有一條除數式 我們可以 用份數表示 7除以2 那就是7除以2 那就是2分之7 或者7over2 那麼 那麼 意思是什麼呢? 那麼 我們可以有 兩種的喘逆方法 或者兩種解釋方法 第一種 就是我們原本有 Doremi Faso 1,2,3,4,5,6,7,7個球 那如果 除以2呢 也就是 我們 一刀斬開它 令到 這塊 對了 對了 左手邊的 這一半 等於 右手邊的 這一半 平均分開了一半 那 就是這塊 如果要填顏色的話 這個圓圈 就全部填完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那 這個呢 就只填一半 就是這樣 而有手邊 就屬於別人的 不屬於自己的部分 另外一種解釋的方法 就是這裡 用回 我們 上一版 學過的分數 二分之一 這樣 這裡很明顯 有二分之一 即是半個餅 但是我們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 有七個一半的餅 七個一半的餅 加在一起 那我們總共有幾多呢 先用畫圖的方法 那 先用畫圖的方法 這樣呢 我們把 這裡這半個餅 轉過來 這裡還沒有一半的空白位 我們把這個餅 180度反轉 然後填在這個白色的位置 然後填在這個白色的位置 現在正在填在這個白色的位置 同樣道理 我們又把 現在正在畫的這半個餅 又拉過來 反轉它 然後填在這個白色的位置 最後 這半個餅 一樣 拉過來 反轉它 然後填在這個白色的位置 那我們合共呢 因為把後面這一堆反轉 這一堆不屬於我們的 但是反轉了 然後呢 我們總共有這裡 一大個餅 兩大個餅 三大個餅 還有這半個沒有動的 還有這半個 還有這半個 那呢 這一堆 對 這一堆 油緊顏色的呢 那就 Exactly 等於上面 這一堆 這一個呢 就是二份之七 二份之七 為什麼呢 首先呢 七 大個二 對不對 這個分母小個分子 分母是二 分子是七 那呢 分母小個分子 那就是發生這些情況 我們油顏色的地方 我們油顏色的地方呢 超出了一個餅 這裡有一個餅 對不對 我們全部油了 第二個餅都油了 第三個餅都油了 我們油顏色的地方 超出了一個餅 這個就是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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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假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完 把這七塊病 合併 合併 我們有第三個表達方法 剛剛講 七除以二 這個就是剛剛把這半部分 拉過來 然後填上去 就變成這個了 就是這些已經填完了 剛剛 剛剛 大家都學過 這個就是七除以二 或者是二分之七 那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種表達方法 我們剛剛講過的是什麼 這個 是一個完整的餅 一個 一個餅 這個第二個餅 整個很完整的 第三個餅 這裡有三個餅 先寫個三字 然後加上去 加些什麼 還有這個還未數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 就是 一個餅 一個餅 平均分開了兩份 我拿其中一份 這樣 我們就得出這個數 這個呢 是 三 是一個整數 但是這個二分之一 是一個分數 來的 加起來 就變成 我們讀做 三 由二分之一 英文是 3 and 1 over 2 或者3 and half 3 and 1 over 2 三由二分之一 那這種呢 我們就叫做 大份數 大份數 對了 因為 它是一個分數 扔著一個整數 帶著一個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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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我們就叫這個 大份數 行不行 就是有一個分數 在這裡 扔著一個整數 一個分數 扔著一個整數 這樣呢 就是大份數 你看到大份數呢 就一定 一定大於一 因為它起碼要有一個整數 那你不會寫一個零 在這裡 零我們不會寫的 那就一定起碼 最少應該都是一的 例如 一由五分之一 這樣呢 就大於一 那我們才要用大份數去表達 OK 那呢 有人問 例如 我們講過份母 大於份子 或者份母 小於份子 那如果份母等於份子 那是什麼呢 那 那我們 又是寫個份數出來 這次 例如3 那 代表我們有一個餅 平均分開了三份 那由於條件限制呢 我們已經知道份母是什麼 3 那份子要是什麼呢 那份子呢 就一定要 等於3 因為要等於 這個題目要求要等於 那 上面就變了寫3 畫圖表是什麼 那就是 我們有一個餅 平均分開了三份 1 2 3 那我們要拿多少份呢 我們都要拿三份 就拿1 2 3 拿了三份呢 也就是油顏色的這個位 那油顏色的這個位 那油顏色的這個位 如果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切開過那個餅的話 那這個就是 完整的1 一份來的 這個是 那所以呢 份母等於份子呢 那這個呢 就是1 可以了 那你就不會給它名字 因為 你把它畫圖完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整數 也不是分數 這個分數呢 應該要給一個問號 那由於3 over3呢 你可以變成1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在說的這個東西 那呢 關於其他的份數呢 就說到這裡